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我今天來到荔枝閣公園社區營療接種中心 這裡在看它的準備工作 大家可能早前看到我們的新聞公佈 在明天這個社區營療接種中心 就會投入服務 所以今天我也很有興趣來看看 它的準備程度是怎樣 我剛才看到設施是做得非常好的 我們建築處的同事都花了很多心思 這個營療接種中心是比較細形 是由兩個貨櫃組成的 其中一個貨櫃就是早前 在家路連山的社區營療接種中心那裡用過的 用完了之後 欺慎興業也很慷慨捐了出來給政府 我們都在這裡重用 一個貨櫃就是用來做接種營療 另外一個就是做同市民的辦手續的工作 去登記的工作 環境非常的舒適 有空調 外面有等候的地方 也都有斜度 給殘疾人士就可以使用 這個設備其實跟我們一個大型的社區營療接種中心 是一樣的 進來等候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身處這個 體育館的一個其中一個房間 如果是有人不舒服的話 也是一個給它休息的地方 所以整體的設備 雖然面積是小了 但是跟我們其他的社區接種中心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明天除了這個荔枝國公園的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會投入服務之外 另外還有三個私家診所 新冠疫苗接種中心會同時投入服務的 他們分別在康夷廣場的辦公樓 在屯門的智樂花園 和在中環的雪廠街的 這四個疫苗接種中心 都是開放給香港的市民打 現在我們身處這個 就是提供科興疫苗的接種 由六個月大 一路至上的所有年齡組群的人士 都可以預約來這裡接種科興疫苗 60歲或者以上的人士 都可以來拿職人仇 另外那三個私家診所的疫苗接種中心 就是提供科興和復必泰兩種疫苗 給市民去接種的 我們在未來 是會用更靈活 更加具成本效益的策略 去提供我們的疫苗接種服務 我們會在不同的場地 提供人流暢旺的場地 提供多些的接種點 讓市民更加方便來接種疫苗的注射 我們也都會和私營的醫療機構 多些去合作 在一些市民方便去到的地方 去提供這個服務給他們 我們下一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下一個新開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將會是在黃大仙廣場那裡設立的 那個做法也都會類似荔枝國公園 這個疫苗接種中心一樣 都是由貨櫃組成 都是提供差不多的設施給市民的 這個黃大仙廣場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在10月12日就會開始運作 在10月7日就可以開始接受市民的預約 在這裡我也想總結一下 這三個月 七八九月以來 我們在疫苗接種方面所做的措施 其實我們都看到 在成人的年齡組別 其實那個接種率是很好的 接種率是很高的 我們這三個月來 我們主要都是針對一老一幼 去做了一些措施 希望鼓勵他們接種 也都方便他們接種的 分別有我們將接種的年齡 降到去六個月 另外武英健康院 衛生署的武英健康院 也都提供這個接種的服務 我們也是提高了 我們到戶上門接種服務的效率 我們也都將在學校 我們去到學校去提供接種給學生 安排這些服務 上去學校的服務 那個人數的門檻 是降低到10個 另外我們也都設立了私家的 新冠疫苗的接種中心 也都有這些社區 新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我們經過這三個月的努力 其實我們都成功地大幅度提升了 70歲以上的長者的接種率 由46.8%提升到現在是67% 足足是提升了20% 另外全港的第三針 其實現在都去到超過100萬針 這個都是很令人鼓舞的 另外3歲至11歲的小童 第二針也是有大幅的提升 是由58.6%去到現在是超過70% 這些數字都令我們很開心 我們也都希望這個動力能夠繼續下去 不過我們看回 依然是我們之前說的 80歲以上的長者的接種率 和3歲以下的小朋友的接種率 仍然不是那麼理想 80歲以上的長者的接種率 現在都是大約是71% 我記得我幾個星期以來 一直都講的 由70% 講了幾個星期 講到71% 只是增加了1% 我們希望在未來 未打針的那29%的80歲以上的長者 能夠早日去我們的接種中心 接受疫苗的注射 或者聯絡我們上門到戶的服務 接受這個注射 另外3歲以下的小朋友 直至昨天為止 那個接種率大概是16.8% 在這裏仍然有很大的空間 去做我們的工作 我們都會進一步 用各種不同的形式 上個星期六 我都去了一間幼稚園 我們做了一個到校的親自工作坊 我們都會繼續在這方面的宣傳工作 希望家長早些和他們的幼兒 去接受這個疫苗接種的服務 請我講到這裏先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剛才講到這裏 這麽靈活的政策 是否政府都改變政策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戶外的一些社區接種中心 就投空一些場地出來做其他用途 但其實會不會都不方便 或者你今天下樓這樣 如何確保這個委屈問題 另外第二 就是今晚開始會接受那個預約制留禁 和新冠入獄 人手國會沒有安排檢 必須要打新冠 即是要打新冠才可以打回護國 另外第三 明天就是彥虹的疫苗 疫苗的男者就要降低那些疫苗 有沒有這些是看到彥虹的衝打 好啊 或者先回答第一條 我們提供 我們好像我剛才所講的 我們提供這些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現在我們新的一些 我們都是放在一些淫流暢旺的地方 那好像剛才大家見到這個 其實後面那個有蓋的行人通道 是很多這一區的行人都會使用的 是他們很留意得到的 所以我們覺得在未來這些會吸引的 對於在社區的人士 他們其實是很快接受到這個服務了 以前我們都有很多大型的疫苗接種中心 在我們的體育館 各區的體育館都有 如果你說是天氣的話 其實市民如果不是住在體育館的附近 在一個區的其他區 他要去這些體育館 其實都會受到天氣的影響 反之現在我們差不多 好像用一個化整為零的策略 我們有私營的醫療機構 辦的疫苗的接種中心 也都有我們這些比較小型的 在社區就近的地方 就更加方便到市民去接種 第二點就是 新冠和流感的疫苗的打法是怎樣 我們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如果是市民來到 他是想打新冠疫苗之餘 是打了流感疫苗 是可以一起打的 但是如果他只是打流感疫苗 我們這些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就不會提供了 他可能就要好像往年那樣 去找回私家醫生 或者是其他的 好像我們的公立醫院 普通科門診等等 這些途徑 去接受這個疫苗的注射 另外第三條問題是 我們這幾天 我們就看不到有一個很大幅的上升 其實好像我剛才說 3歲至11歲的兒童 他們第二針都是打得不錯的 那個接種率都是有提升的 剩下一些未接種的 可能是因為之前他染過疫苗 所以數個時間 是未去到接種過時間 所以我們都有信心 不會是在明天之後 會有很多兒童 進入不了一些指定的處所 不過在3歲以下 雖然現在疫苗通行症 這個要求是未涵蓋他們 但是我都呼籲父母 是盡早安排他們去接種疫苗的注射 因為冬天不是很久之後就會來到 很多醫學專家都估計 冬天可能會有流感和新冠 兩種流行病的夾擊 早日為兒童做好準備 我們就早日放心一些了 提到新冠本病 既然有新冠病 所以新冠病人 開慮病毒 可能會保護病毒 不只 不是加上冠病毒 但是第二針是 據說 但是合格提供人参加爱的 包括 JK Pirine Yogi 对我们的枇材 在第一次重拆装成精湛 准备的戸异 PR UN24 designed for getting the COVID vaccine done. That's why we are allowing both the COVID and the flu vaccine to be done together in these venues. But for those who would just like to have the flu vaccine, in past years, we have many, many outlets for delivering the flu vaccine. So in this year, it's the same. We have not reduced the outlets. So they will have plenty of venues to go to to have their flu vaccine done. That's why we prefer to reserve our COVID vaccination centers for COVID vaccines plus flu vaccines, or just COVID vaccines alone, but not just for flu vaccines, in case they come as proud of those who would really like to have COVID vaccine. for the Leave Home Safe app. You were asking about the Leave Home Safe app. Being able to add a companion to it will definitely provide greater convenience for parents who are bringing young children with them together. We believe that this will provide parents with or provide parents with greater convenience. But as I said just now, the vaccination situation of children from three years to 11 years has been improving, has been quite good. So we believe it won't be a big incentive itself, but it will provide a lot of convenience for parents. Th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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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做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其實在各個 無論在設施 在程序方面 都跟我們用一個大的體育館 去提供疫苗接種 那些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現在不會排除 在這些比較細型的疫苗接種中心 是提供兩隻疫苗 不過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只是提供著一隻 我們檢視過那個運作之後 不排除將來如果有這樣的社區的需求的話 我們是可以將它靈活地變通 提供多一個疫苗接種的幫助 至於兒童方面 我們都的確是看到 尤其是幼兒 尤其是六個月至到三歲的幼兒 其實還有幾萬個幼兒 是未接種任何的疫苗的 在這裡因為我們開始了 整個給幼兒童接種疫苗的服務 不夠兩個月 我們都需要繼續做我們的宣傳工作 以及繼續做我們資料提供的工作 去給家長的 正如我上個星期六說 現在學校開學的那一陣子的繁忙已經過去 我們都會集中希望在學校那方面做多些宣傳 也都做多些網上的親子活動 以及在商場做多些宣傳 希望在這些重點那裡 是吸引到父母的注意 令他們安排他們的小朋友去接種這個服務 至於昨天新聞提到的 有兩位小朋友是接種了疫苗之後 臉部肌肉是有武力的情況 我都留意到 我們前線的醫生 關尼華醫生他都有提到的 這個在其他的疫苗的接種都有 其他種類的疫苗接種都有出現的 也都不是嚴重的 也都小朋友很大機會是會完全康復的 還有現在那兩位小朋友的情況都很穩定 我相信這個只是非常個別的事件 其實小朋友如果不接種疫苗 他們一旦接觸到這個病毒 又發到重症的那個機會 其實都是不小的 我們在過去的幾個星期 都聽到一個接一個 有腦炎 有思考症 要插喉 要進去深切治療 很可幸絕大部份的小朋友最後都可以康復 但是中間那個過程我時時都講 其實無論小朋友他的身心都承受著很大的痛楚 父母也都是非常之擔心 也都會有長身搬的後遺症影響他們很多方面的 所以在這裏我覺得 眾言是有個別接種了之後的事件 但是這些事件本身都不嚴重 我覺得父母真的不要 拿他們的小朋友的健康去搏一搏 我們接種了疫苗 是真是提供到非常好的保護給他們的 對方都想要解釋 因為經常亦都不經常去搏睡 其實真的就算12歲小時候一個分析 他們有多少是一針都未打 或一針都打錯 這方面的數據呢 第二件事是想要解釋 因為有850個政府會員 他們就有一個針址的原因 其實調查整件 會不會還涉及各個病毒的醫生 5至11歲的小朋友 他們那個疫苗接種的情況都是好的 他應該總共如果沒有記錯 有40多萬個這些小朋友 只有大約5萬個是未接種疫苗的 而這5萬個小朋友都應該是在學 我們都會繼續通過學校 通過其他的接觸到家長的途徑 去做我們的宣傳的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 近期在一些家長經常會去的網站 我們都舉行了一些 我們都做了一些 解說這個疫苗的一些活動 讓家長去通過這些網站 去得到一些關於疫苗的知識 從而去考慮他們的小朋友 疫苗接種的安排 至於公務員那方面 由於整體這些免針址 濫發免針址的個案 警方還在調查中 我相信我在這裡 就不方便去置評了 那請多謝我們 請多謝我們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外面的關係 外面的關係 剛剛 外面的關係 外面的關係 我們四個開始的關係 剛剛是在香港的 或是在香港的 或者是在香港的 香港的關係 都知道 會不會 會不會 推動接種 即是推動接種 會有什麼變速的時間 我們現在看回 就是新搬仍然在我們周圍 世衛都沒有一個顯示 就是說新搬這個疫情 會什麼時候接觸 到目前為止 接種疫苗仍然是最有效提供保護 去對抗這個新搬流行病的一個方法 暫時來說 我們是沒有一個特定的日期 是結束這個新搬疫苗的接種的 那當然 我和其他人都一樣 很希望全世界這個新搬的大流行 能夠早日結束 這樣大家就會最開心 我都很期待有這個日子 多謝各位 給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